曲名書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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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年有介紹 什麼是Gad Parlex 上帝例子 為了我們有介紹 平原祖還有生活的 所有的基本粒子 就是說 基本粒子就是構成這個細甘萬密 想像的 的東西 這些東西移到這個上帝粒子 有非常作用 所以 因為這樣的管理 所以這些東西才有 今天 我們看譬如說 建築有多少質量 還是說 這個 這個質量 跟它的大小 都是因為這個 上帝粒子的關聯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上帝粒子 今天這個世界 就完全是 因為 世界的面貌就完全不一樣 反正可能沒有世界就對了 所以我今天是要為 今天是要說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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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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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過年說 我以為原則講到 想死的 基本粒子 現在要說 世界 這個污條剛才開始的時候 它是為那個想死的粒子 現在 它要怎麼樣 怎樣 怎麼在那結合 到變成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我今天是要說 剛才講得懂 我要說以前 我這個地方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 世界的 這個 進行 我用這個 世界這個 可能有的人 不懂 有的人可能會用 污條 但是我個人 我是 我覺得世界 這是用人 做中心 在看這個 我們的周遭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剛剛用 我用世界這個 這個 因為 我在幾個年前 我有 特一本 一個台灣的卓家 下的一本書 他在講他的 心路歷程 裡面有提起說 他怎麼變成基督教導 裡面也有提起說 他這次在古今山 跟一個 心理學的教授 在辯論 相對 有相對 沒有相對 這種事情 他提起說 他在支持這個教授 因為這個教授 他都用 世界這個名字 他沒有用污條 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教授說 他批評說 這個教授 用世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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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科學 所以他 是 他現在在批評特科授的人 說 他沒有那麼科學 但是我記得 我剛剛要用 我們的世界 我覺得 你覺得 在那時候 有相對 有神的觀念 剛才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 我們的所謂 天地 還是污條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的人 在那時候 說我們這個地球 跟我們看得到的 天上 所有的 那個 田地以外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的世界 就是 我們的所謂污條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時候他們還不知道 牽液是什麼東西 喔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人 想說牽液很神秘的 對不對 在希臘神話 說 火的是什麼牽液 什麼神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那時候我們的世界 一個最世界 就是污條 就是天地 所以 憲經裡面說 OK 最大的 創作天地 在 六天 在六天創作天地 就那時候的天地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太陽 地球 到 到上面那裡 你看到 到的車 當然 當然 在我們現在人的世界 已經 已經是 憑那個 很大 很大 所以這個 這個時間 跟這個日期 我想這個裡面 我們這個裡面 不知道 有人 知道這個時間 跟這個日期嗎 所以這就是 十七世紀 是一個 愛爾蘭的大主教 他說 這個 我們這個 最大的 在九點 在十月 四千 空四年 十月 在一個九點 創作天地 所以 一後一時間 講到 有時間 還要有日期 同學我們知道 說 現在我們的舞蹈 已經有 一百三十八億年了 開店會說 就是說 What's Time Zero 它的 它的Time Zero是什麼 我們比較少說 所以說 完全很了解 但是我們比較少說 但是 不是九點 所以 我們 我想 很多人都會 不是 會想說 所以我們這個 世界 剛才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這些 切 或是說 有這些 底子 當然是 就是我們這個 銀額式 還是說 如果不是這樣 他們是安裝 還是說 當時還是安裝 都會變成切 跟這個 銀額 的 Galaxy 過了就是說 OK 我剛才說的 是不是有一個 Time Zero 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 烏流剛才開始的 的 瞬間 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的太陽 地球 只要我們的太陽 視 這是怎麼來的 我 另外 我 稍微說 就是說 如果我們 喝咖啡 還是說 要喝酒 但是 為什麼 我們 在吃 阿摩尼亞 還是吃 那個 怪物 這 我 有實話說 這主要 就是說 因為 地球 污條的 建範 所以就是 讓我們的地球 有很多 碳 碳就是 碳青化合物 就是優質化合物的基礎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 他就 我們 我們就 自然進化 變成 要吃 優質的東西 在碳青化合 還有 就是說 OK 相對 說 在故隕神經裡面 說 太粗 對不對 什麼 天地朦朧 對 相對 六天裡面 一種水 讓它有天 讓它有地 才會有更 當然 這是 信用的 工法 在科學上 當然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不是這樣 只是 我們的污條 當時才會有更 我們才可以看到更 要 接到 剛才 我們 要有更多 都會有更多 這是 要更多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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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知道 鑽一秒鐘可以鑽地球鑽七連盤 所以鑽在鑽是很困難 所以如果鑽一年 他的紀律是5.9公斤 這是很大的Number 這個地球 比較說是138億年 13.8億年 這個屋頂到底是有落地 這個地球是930億公斤 所以這個Number 讓我們不能讓人想像的Number 這個它到底有落地 讓所有的屋頂裡面 郭家說有1,700億 1,700億 1,700億 1,700億的Galaxy 我們的銀行是只有裡面一個 所以有得到了 所以在銀行之中的缺 人有的高級 這個數字比較厲害 這六千萬、千萬 現在英文有一個名字叫石頭 就是10月21区篷 當然這個數字不可能歸八帶出來 這是一個有名給他 平均天光職養 當 dele到能夠進去 他會這樣忘記 所以現在說比較寫實 我們自己的銀河室是老大 我們的名字位 就是說它的特徑差不多是十萬更年了 它的高度就是說 它的中文比較高 旁邊比較高 中文的高度差不多是一千五百更年 我們的銀河室就是大到這樣 所以只有我們的銀河室裡 差不多有四百億元 就是四千億粒車 只有在我們的銀河室裡 所以離我們的銀河室的車 就是我們的臨機 就是我們這個太陽系的臨機 那個車叫做Alpha Central 那個是在南北 北半球看不到 大家去南北球看得到 就是四點二更年了 就是我們 為那個新法出來的更要經過 差不多四年 才會到我們地球 在我們相近的銀河室 Galaxy 那就是哪個東西 是什麼 它叫做Andromeda 是2千...2點5...250...250萬 250萬...250萬更年了 現在還說我們的Solar System 我們知道 差不多是四十六億年了 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差不多是四十六億年了 我們都把四十八億元 現代人差不多是在七萬年前 由飛鳩開始向世界國的地理塞出來 Modern Science 我們今天所有的科學地域 差不多在過去一百年裡面 大的突破都是過去一百年 比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剛才的一百九年 他在一千九百十五年的時候 他完成他的 叫做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他在一千九百九五年的時候 已經發表特別的相對論 但是他還在進一步 在一千九百十五年的時候 發表一般的相對論 一般的相對論就是現在在研究 所有的無條法的研究 就是都要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去做 一百年了 所以你想說我們人類 就像經過一百三十八億年之後 現在出一個現代人 我們現在頭髮後的人類出來 開始窺心說 我們是怎麼來的 這有時候我們很多的觀念 我們普通是沒有去主委 我才特別列出兩點出來 我第一點我 去年就說過 你能說是你下頭看那個青衣 對不對 你看到的青衣 是 是他的過期你沒看到他的現代 是怎麼說 因為 跟大家說 我們李蘭相見的那一篇 是四點二更年對不對 比如說 他在 他四年前發出來的更 今天才讓我們看到 我們這個北極星 離我們差不多七十更年了 就是說 他七十年前發出來的更 現在才讓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 在我們老爸的時代發出來的更 他現在才讓我們看到 他現在發出來的更 就要讓我們的驚訝看得到 所以你想說 對 這點 當然是很好 因為 就是 因為這樣說 我們怎麼可以知道 就像我們在特歷史 嘛 OK 我們要知道 OK 過去 一千年前中國是怎樣 還是說世界是怎樣 你要去特歷史 還是要做 做考古對不對 現在這個車 就是說 你現在去分析那顆車發出來的更 你也知道說 這顆車 分析我們現在看到的更 你也知道我們一千年前 這顆車 是怎樣 對不對 我們現在 上方可以看到就是 一百 差不多就是 一百三十七億年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 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那時候 我們有到是怎樣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想說 這個空間 就是這個 space 還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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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空間就是天 我們就是說 這個天 我們一定要說 有一個天上 對不對 不是說我們這個天 有一個 或是像一個很大的帳篷 或是說一個很大的 蓋子 在我們上面 對不對 啊 時間就 時間每次都 It's always there 所以像 就是說 在那裡 Big Band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 時空就對了 就是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 是由Big Band來的 你如果沒有Big Band 就沒有這個時空的問題了 當然 你不可以想說 無時空 這是什麼樣的 就沒有世界啦 但是這是說 你也不可以想說 你做什麼 到底是什麼 對 這是一點而已 對 你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現在我來稍微 等頂級說 我稍微來 學習一下 所以我們在說 或是我們近代部 你們常常說到 Force 那個 就是動力 或是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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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電磁場 對不對 或是電磁場 或是電磁場 或是說電磁波 還是光波 對不對 跟Vibration 震動 這實在是在物理上 這都是代表 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物理 跟在說的是 問題這些都 就是雙元性 它有在極小的世界 在小的世界上 沒有問題 它都在真小的時候 這就是小的世界 都有這款的 什麼時候 這種醫修代的 這種的特性都會造出來 所以就是光坡的雙元性 就是光就是坡 因為坡就是粒子 粒子就是坡 坡就是粒子 粒子 所以就是 duality 所以現在第三個就是這個 這個elementary particle 這個screen可以看 可以看 你要用 pointer OK 第三個就是這個 什麼是這個基本粒子 就是說過程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 會最小的粒子 所以這個粒子有分兩種 這個是物質的粒子 代表物質的粒子 就是我們這樣說的電子對不對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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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我們的原子裡面 我們的原子裡面有外面有一個原子核對不對 Nucleus Nucleus外面有電子對不對 所以電子就是相性 但是原子核不是相性 原子核裡面還有中脂跟紫質 就是proton和Nutron proton跟Nutron也不會相性 對不對 所以捨立的就是這個酵素 是一個酵素的酵素 這植物是什麼 其實這個酵素的酵素 在那個酵素上 在這個酵素上 它是酵素人物 它是酵素的酵素 所以這是代表物質的基本粒子 現在再過來就是代表力對不對 就是因為力就是力跟Wave是相相的 就這樣說之後 Wave跟Policle是有雙元的 就是它有雙面性 雙面囊就對了 所以代表Force 或是代表Wave 所以我們這個物質有四種力 一個是 當然我們知道這就是地心吸引力 Gravitation Gravitation force 或是Gravitation fuel 所以代表Gravity 它的粒子叫做Gravitan 這個代表力的粒子 統稱叫做Bosons Bosons 代表這是Boson 所以代表Gravity 它的粒子就是Gravitan 現在代表電磁波 電磁波 它的粒子就是叫做Photon 代表 Strong nuclear force 就是這個quark 這個quark 在植子跟中植裡面 它的quark 那個quark 像是代表 像是代表的黏著火 它會給它黏著火 它會給它黏著火 它的力就是叫做 Strong nuclear force 很強的Nuclear force 所以這個叫做骨王 就是把它黏著火的意思 骨王 現在再來有一個Week nuclear force 這個就是 你知道我們 譬如說 炎子炎 炎子發電 就是為U235 對不對 它的分裂 分裂 它的分裂就是 它會造成這種現象的 叫做Week nuclear force 因為這種的 它是很弱的 目標很強 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Higgs 就是我們在說的 Higgs bosom 就是上帝粒子 所以上帝粒子 它是一種立場 它有多少 所以我們看到剛才有提起 這個骨盤力 或是Higgs bosom 就是因為它的關系 所以給這些不一樣 這些基本粒子 都有不一樣的質量 有的不一樣的質量 因為它有不一樣的質量 所以我們今天 所以今天的世界就是這樣 但是說 這個 所以人家會叫做骨盤力 這是有兩種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這種特性 就是像上帝這樣 不然因為我 你們今天就沒有這個世界 所以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人家會叫做骨盤力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 這個粒子 就是用這個立場 它是在 半世紀以前 理論的不理學家 就已經說 應該我們這個世界 應該要有這個立場 有這個立場 所以但是不理學 找整個半世紀 找都沒有 到2012年 2012年 2012 它去找找到 所以科學找到很興奮 齁 你剛才是早上去找一找都沒有 我們叫做上帝的歷史 對 對 他上帝找不到 所以 那時候在國外 美國國外 在聽眾的時候 就有 比較不少的共和黨的參議員 在中議員 對嗎 他就聽那個科學家 在 要去請錢 對不對 他在介紹這個 這種例子 所以那個議員就說 喔怎麼 教練說我 如果去找到這個例子 我就看到上帝了 那就是 那就是 還有 最後一點就是說 每一個 matter particle Electron 或者這個 這個 它就有另外一個 它的counter part 它的 對應的例子 都跟它對面 這個叫做antipolic 比如說 電子 它有一個counter part 叫做positron 因為電子 就是 鑽一個負電 對不對 一個單位的負電 但是這個positron 它都跟電子 它跟 它在傳差不多 它的質量差不多 但是它都要鑽一個正電 鑽一個正面 鑽一個單位的負電 polic和antipolic 這個第一顆 antipolic 是在Caltech找到 Caltech 就是要在Caltech發現 它的基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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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我覺得很重要 這是我們過年有說 我還稍微有理由 就是說電磁波 它出了magnetic spread 波段 所以 電磁波 是爆發很快 對不對 你為 我們在說 gamma 色線 對不對 或是X-ray 或是紫外線 Ultraviolet 或是說紅外線 Infra-ray Microwave 還有Radio-wave 這裡的都是叫做電磁波 就是他們在物理上的性質都相關 就是它的波長不一樣 都是統稱叫做電磁波 所以這個你們把它放大起來 放大起來就是我們的可見光 就是我們的眼睛看得到 我們的眼睛看得到是 像0.4micron 到0.1 或是說400nm 到7.8nm 這個紅的是最長的 紅的光是最長的 所以他這個 你若還在 你若還在說microwave 或是radio 我們在聽radio 或是說microwave 什麼在這裡 他們這裡的波長都越長 憑我們的光會波長越長 所以他現在有一種叫做 我才剛才說的就是這個現象叫做radio 我們這裡有轉角在這裡 這個就是說 OK 你知道我們的警察在抓你超市 對不對 他用叫做 他有一種技巧叫做dopper 他用dopper的效果 dopper的效果就是說 那個東西在發光 還是發生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若在你方在走的時候對不對 他的波長 你收到的人 他的波長會越來越長 所以你就為了看 不然說我發出你的 波長是固定還是多少 我知道我發出來是多少對不對 這個你收到的就是 憑你的接力 憑你收到的比較長 你就知道 你能夠生出來說 他那個長的程度 你能夠生出來說 他是離你走多快就對了 所以用這個反應 這叫做radio shift 他如果在你剛才 他如果離你走在你近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他的波長就在你底下 你為了看他變樓底 你能夠切出來說 你能夠生出來說 OK 他的速度 他在approach 他在挖你來的速度是固定 所以這就是警察用的那個 那個dopper的那個 那個超速的detect的那個原理 所以因為這點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這個觀念 這上面我也有說到 這個舞台開始了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那個 我們對這個物體的觀念 對世界的觀念 我們對這個物體的觀念 就是我們坦多一點有說對不對 其實我們跟這個 因為人類對這個物體的地式 我們到1996世紀的時候 嚇到女兒 因為她發明天文的望遠鏡 她可以看著 她可以觀察天體 所以她可以證實說 我們地球是在寫太陽 她會看到她的壯心 她的壯心就是 我們地球是屋條的中心 太陽在寫地球 我說就是說 那屋條就是太陽 活牛 地球 那邊擠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到過來到20世紀初期的時候 那個望遠鏡就覺得很誇張 所以他在天文台現在看得到 在Acadia的Monnovia上面 Mon Wilson 那時候是世界的地 他在1920年的時候 差不多是那時候 他在1999年 他設一個天文台Mon Wilson 它是100英字的 立經的天文的望遠鏡 那時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最先進的 所以這個人 這個Hubble 他在英國回來了 英國的阿克斯佛 牛津留下來了 所以黃昌基要做天文的家 所以這個Hubble這個人 他這是 美洲里的草地小孩 但是他拿到Rod Scholar去牛津 研究天文 他回來了之後 他搞粉炊 他回來了之後 總共變成 不是美國人 他都 他的 冤枉 不理口 不管是他就搞掉了 他說話 變成一個英國兄 他總共變成英國人 所以讓大家說 這個人 對他的個人 對他的個人 沒有心想 但是他的技術 是一流的 所以他接近 他這個工作之後 沒多久 他就發現到說 這個Andromeda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天文望遠鏡 沒那麼好 在那以前 天文望遠鏡沒那麼好 這個Andromeda 叫做Nabor Nabor就是星圓 就是一片某某虎虎 就是一片 像我們近視的人 或是老花園 對不對 你看 無無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Andromeda 是我們銀河市裡面的 我們的苗基圍裡面的 一片星雲 對嗎 但是他 他來的時候 用這支一把印紙的 王無二神這支天文台看 一看就 那原來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銀河市 所以那個就是 我們第一次 我們說 我們的銀河市 我們有一個臨機 就是Andromeda 我們剛才說的 Andromeda 雖然說是我們的臨機 它是離我們250萬更年 是離我們250萬更年 但是那是我們的臨機 我們再過來 再一個更大的發見 就是在1929年的時候 他才發現就是說 我們這個汙中是在膨脹 這個汙中是在膨脹 這個汙中是在膨脹 我們說他發現這個汙中在膨脹 但是那時候他 在俄羅斯 可能他下的文中 在世界的人 沒有在配合 所以他到二九年時 發現到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 正式 就是說這個哈佈 哈佈 他正式 這個哈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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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牛筋的第二運動 所以其他膨脹的壓縮表示有力的壓縮 所以表示有一個 positive energy Gravity是要把它壓縮 這個 positive energy 就是把它壓縮 所以現在不懂的就是 這個 positive energy 是不是就是我們說的 black 你知道嗎 我們的汙條 是用獨木的我們看得到的物質 看得到的所有的生體加起來 人家估計差不多是這個汙條的東西 是4%而已 獨木的 做一個其他大概20幾%是這個 叫做black matter 是物質但是你看不到了 黑的你看不到了 還有獨木的就是black energy 黑的能量 就是你 我們現在不擔心 你不可以切到 不可以做什麼 所以他們就是在懷疑說 OK 會讓這個汙條加速的 那個膨脹的加速的 就是有一種 現在還不知道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 但是有可能就是 那個black energy 這也不知道 OK 現在你再說到哪裡 告訴我 這個汙條如果在膨脹 對不對 你如果往時間 你把它往回 對不對 再回去 表示這個汙條 就很早很早以前 它是很小了嘛 對不對 你如果往回推算的時候 有夠久的時 對不對 所以表示汙條就是 很小很小 很小的一顆球 所以這個就有 這個 所以在1965年的時 那時候在牛津市 那個Bell Lab Bell Lab那時候是很有名的 然後我們發生一些 發生 circadian 的建築 然後在我 那個 的這個 是 那個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 這個 就是 是 一種 然後 這個 那種 很多 就是噪音啦 很弱的噪音 但是他們掃都無關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 他的噪音無論 他的安電奈向上一邊 就是說你360度 對上面、對下、對什麼方向 他的噪音都在 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去掃掃掃想說 看到他說他的安電奈上面 有那個噪音 所以他可能是說 去噪音就去噪音 噪音就去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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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久他不知道 什麼東西 還有一天 他聽到說 因為差不多在那個時間 有一個Princeton的武力教授 他叫做Dicky 因為Dicky 他聽他講 他聽說 更重要的 跟我說 他聽說 以前有一個文靈的教授 他知說 在烏條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時候 放出來的那個 輻射線 它的能量 現在應該還要 還挺到我們的烏條鑼 應該會再收的 所以他聽到 所以那個Prinston那個教授 他就是經過另外那個 以前那個教授 他就要去設計一個技器要來檢查 從這個五十多開始 就是放出來那個放射線 但是這個消息去給這兩個人聽到 他們這些都聰明的人 他就實際領悟 原來我小時候在早上 他就實際上說 因為那個分教授 我來就是 一百三十億年前 有剛才開始的時候 他發出來那個 那個輻射線 但是他們是 輻射線 全部都是 有一種發出來的就是更 因為溫度很高 但是他收到的是 是微波 microwave 那完全是什麼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rap sheet 對不對 因為他發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他發出來的時候 是 有可能 是在那些人 他感到那個 那時候是很強的能量 對不對 但是因為 因為污條在膨脹 對不對 所以他離我們在那邊 在那邊走 所以他在走的時候 他發出來的巢 拋長 的� athlete 寶戰 中了 近圖一百十億年 讓我們照的是 他已經走了到 一起 Incre看到 在都市裡 歸 Wolf 所以就是 所以他們 這兩個是聰明人 所以 聽到 jointly 是什麼校區 在找 因為屋頂剛開始是發出那些radiation 他們兩人聽就說 這就是黑了嘛 所以他們就使用法標文中 他們兩人得了Nobal Prize 但是Prinston在告訴他們沒有貼 我給他們當然是很不公平 無法使用Siri 請連接一份來 好 OK 所以現在 這我剛才也稍微說過 所以這個剛才開始的時候 這個屋頂剛才開始 這個有人說 Yalem 因為這真是一個Y啦 你去查Yalem 這是一個Y啦 就是說這個 那個屋頂那個軟 就是說Primodule Atom Cosmic X 這就是以前他們這個 以前的早期的 無理跟他們用的名字 這第二點 所以在1947年 是Alpha Bath 加盲 這群人他們在1947年發表一個Paper 它是第一個 描述說 OK 那這個圖頂怎麼有它一點 怎麼開始在地 在地變化 變成今天這個世界 當然在那時候的地上 不像現在這樣好了 但基本上 他們這個Paper的細數 是不太健康 但這稍微有一個故事 所以說 他這個Paper是 加盲 加盲 加盲是一個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無理學家 但是他要來帶美國 Alpha是他的學生 這個研究是他們兩個人做的 加盲是那個 像剛才說的俄羅斯的所學家 就去改阿恩斯坦的方程式的人 他的學生 所以他對這個烏調的進化 他很清楚 他想要來夾中那個Paper Paper就是一個 這都是二次的事情 那時候是物理學家 這都很有名 因為加盲這個人 這個人很幽默 他跟他學生阿佛做的文章 就是他去找Paper來掛名 他的原因就是怎麼樣 OK 你要去讀他們三個人的 第一個 這就是最大的就是ABG 那你如果Greek letter 就是Alpha Beta Gamma 阿佛就是 希臘字母的ABC就對了 中三個意思就是 世界的污點開始就對了 一定會這樣 所以這兩個很有幽默感 所以這個Beta他跟這邊文章完全無關的 他就只要要措置說阿花伯拿來幹嘛 所以有一個故事 當然這個北京立北這個名字 是在1945年 為FlightHole這個人 他就出來了 我先不要再說一個 所以你現在去網路出來了 有很多這種畫面 就是在說這個屋中剛才開始的時候 就是最早的那個時間 這是裡面的兩個 所以基本上它兩個意思是小聲的 就是說這個point不容易,很不方便 這就是說它有一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零 我剛剛可能會說到 這實際上是沒有零 但是就是一個開始就對了 我來說一個開始 但是它就是零 那就是quantum theory的基本概念 這個時間是很大 這個就是說這個 這個 屋中的膨脹是有 提升一個 超過的超過超過的時間 抵達到我們日常生活不能想像 差不多10月負36出風 就是說 10月負36出風就是在修秀店的後面 現在35月零 在10月負36出風 廟 這是10月負36出風 廟間 那要放在那裡那個時間 屋中就自然像那個 你在灌那個 用那個 親戚 用雞鈴 在灌那個 灌那個 灌那個氣球 就副田間總要這樣轉起來 所以 就是 那種這樣轉起來 轉起來之後它的速度開始變慢 就是 速度開始變慢 就是標示的這個部分 就是標準的expansion share 標準的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膨脹 那個宇宙的膨脹的那個速度 我來說過期 就是我用一個時間 這樣比較好說 所以 OK 我跟剛才那兩隻膨脹 綜合起來 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 有一個 第一個階段 就是叫做 quantum fluctuation 第二個 這個我稍微看了 稍微解釋 結果就是 跟剛才我們說 這個照片負36出風 廟間 這個initial inflation 就是那一段 我們不叫做expansion 我們不理會兒 叫做inflation 就像灌氣球 那個氣球 那個氣球 跟我們這樣轉起來 那是很長的時間 但是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瞬間 因為就是說 OK 它現在轉起來之後 對不對 它開始 對不對 它就是它的速度開始 對不對 就開始慢下來 對不對 它想要怎麼會慢下來 OK 我這麼多的 我的energy在那裡 這個能量 只要有某種原因 他負一種種 這樣轉起來 對不對 轉起來之後 我們說價值那裡 就是照片負36 照片負36廟 就開始慢下來 它開始慢下來 它開始慢下來 我們就是說 它的能量 現在就開始變成什麼 對 它開始慢下來 它開始慢下來 就是說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能量 有的能量 照去在哪裡 照去就變成 照去 我們剛才說的 基本粒子出來 對 就是說 那個能量 在變成 有的是 代表沒有一個 基本粒子 有的是代表 辣能量的 基本粒子 對 對 裡面當然是包括 上帝粒子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原來 能量 有的分散去 走去吃去 所以 速度 有的分散去 對 所以 屋頂剛才開始 就是這樣 而且 頭上這個 quantum fluctuation 就是說 你知道嗎 量子力學 就是說 在量子力學裡面 所有的東西 都都是在說 probability 不在說 不是在說 1加1等於2 1加1 在量子力學裡面 有可能不等於2 就是我們說 probability 不知道我們這裡有人 不在看過 空灘費用 一個最有名的例子 叫做空灘費用 就說 在一個電子 在一個電位叉 很高的電位叉裡面 就像說 在一個瓶 在這水雞 在那個 在這個 flog 有的人叫做 餐膏 在一個瓶裡面 他會跳起來 在我們的土面人 當然 所以我們在現實的生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他就有一個probability 所以quantum fluctuation 就是說 他剛才開始的時候 那個Steven Hawkins 他用一個例子 就像那個 你在光滾水 你看光滾水的時候 你看 他開始在滾的時候 他不破壞 對不對 所以微波化 補出來之後 就變得不好 微波化 他就在地點大 在地點大 對不對 到地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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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水開始在滾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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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萬米 我心裡 要 先不然變成不去 還是變成大 對不對 所以就在那個 叫做quantum fluctuation 那如果有的大 就是像我們這個 這個語調 它就是大起來 對不對 我可能它在那裡 就變成不去 所以 他們在說這就是 multi-universe 學生 你如果是照 他們的理論 他們的理論 物理 或是說理論 天文 的語調 他們是說multi-verse 對 這個語調 不只我們這個而已 還有其他 其他的語調 所以那就是 他這個 Steven Hawking的理論 說OK 你這補破不破 有它補給消去 那就是 就是補不起來 有的就是 就在那裡 像我們那樣 有可能 某些 某些補破不破不破 就變成 某些補破不破 所以他在 這個補給之後 對不對 你差不多 就過 對不對 在那個 中間 只會 有一些 一秒間 裡面 這補給 這個基本利值 這個基本利值 代表物質 跟除了 垃圾的基本利值 就開始 在它整合 斃 那是 比這 這個 能力 就是說 那個 硬 補給 這些 靈 Strong Nucleforces企 graduation 還有、比作的 變成 Program 另外的塊 給以這個另外的課程 zarong 變成程度 所以在一秒鐘裡面 所有這種geh革羅的 子子跟宗族 就是一直給亂拖攜亂 現在接著幾乎三 現在到過來了 差不多將三分鐘裡面 就是說 現在就是因為 在一廟墊裡面它就完成了 現在到 再過來了就是說 現在這些植子和種子 它現在開始合起來 對不對 植子到現在開始合起來 就變成青 還是海 還是說更簡單的 鋁的原子核 親到它就像一粒子子 一粒proton 氫氧有兩粒proton 氫氧有三粒proton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原子核 在三分鐘裡面就都完成了 現在到差不多三分鐘之後 差不多幾十萬年 差不多三四十萬年 就是它的溫度就像在立跡下來 但是沒有什麼重大的核子反應發生 到差不多三八萬年 四十萬年 它的溫度就像在立跡下來 但是沒有什麼重大的核子反應發生 所以整個電子 對不對 才開始跟那些原子核合合起來 它溫度太高的時候 它的電子的能量太大對不對 它不不跳 它不會跟原子核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要跟溫度有夠低的時候 剛才它低的時候 三四十萬年之後 它的溫度有夠低 所以那個電子 它的原能量沒有那麼多 它會去給原子核的電磁力 它會充滿那些 force 原子核是帶正電 電子是帶負電對不對 所以那就是正負相似的電磁力 所以就是說它的電磁力 它的溫度的動員能量 不可以結合電磁力 所以電子就給原子核吸收 就變成原子核的中心 原子核就是中心 所以到差不多三十八萬年了 四十萬年左右 因為在那以前 在三十八萬年以前 對吧 那時候這個是什麼樣的世界 那就是蚵子的世界 因為那時候 就是OK 因為那時候裡面 就是隆重是 就是OK 那時候你如果是帶正電的原子核 沒有你就是帶負電的電子 對不對 這不一樣的叫做電漿 Posma 所以那時候 所有的Radio OK 很多人 我有提供 什麼是Matter 跟Antimatter 對不對 就是說 電子 它有它的Antimatter 是Positor 所以那時候 他們兩個人 如果收到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就 總得閉不去 他閉不去 但是他有撈一顆 撈一顆波糖 就是OK 電子跟它的 鏡頭炮如果有到的時候 兩個人總得消失了 但是他找一顆波糖出來 所以在那時候 OK 就是那時候 因為 在38萬年以前 那時候這個密度 對不對 不但說都都是帶電的 整個都是Posma 而且它的密度很高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它的radiation照不出來 就是說 它的radiation要照出來 但是因為 它的density 它的密度很高 所以波糖沒有為人照出來 對嗎 但是它就要到 OK 大概38萬年之後 它還在膨脹 膨脹到說 OK 它的空間有夠高 而且 那時候就是 沒有那個不帶電 但是因為那時候 電子跟 負電的電子 跟正電的原子 都合起來 對不對 合起來 它就是沒有net charge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的radiation 就更容易照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 牠剛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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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扭到的 麥克蘭 就是那時候 造出來的radiation 但是那個radiation 就是那個radiation 就是那時候發出來 到現在 那時候 OK 到現在才讓人類 OK 要政策到 所以現在 多了40萬年 過了 這個中間 它就好像這個 屋條的 繼續在膨脹 但是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是 整個屋條就是 好像 青、海 還有一些 像鋁、鋁、鋁 這個比較簡單的原子 National 所以 第一次 這個原子 叫做什麼? Primatur element 就是原來的原子 就是 在屋條剛才開始的時候 他們家製作出來 叫做Primatur 所以第一顆圈 是當時才開始 就是 計400萬年之後 400萬年之後 4億年 4億年而已 所以計4億年之後 第一顆圈 怎麼走出來 現在我們看 是怎麼圈都會走出來 經過10億 1億年 10億年之後 就走第一顆Galaxy 就走第一顆Galaxy出來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OK 這個看到這個 這個度代表的 基本上就是 很多人在說的 那兩個物理和 那個Pengi 和Wares 如果看到 沒有 這是 比較新的資料 這是 最近NASA的外圈 他們去學會 就是 他們 以前在2000空間 發授 自立外圈 去收集 各個方向的 原來 就是 在地球 或者在屋條剛才 三十八萬年前 發出來 他的 麥克風 他這個麥克風的溫度 他換算這個溫度 OK 所以 這個溫度 稍微的差別 這個差別是很小 這個溫度差別是 代表 小於一千分之一度的差別 所以它的差別是很小的 但是這個很小很小的溫度差 這是很重要 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社會的溫度 這個 它的溫度有差別 同於它的密度也有差別 就是說 它這個汙條在那時候 那是在三十八萬年 這個汙條剛才三十八萬年 是 它的質量差到 因為 這個 它這個 很代表很座物質地 裡面 所以它雖然是說 有一些溫度差 或是說一些密度差別 那就是已經代表很多東西 所以 所以 它這個 它這個 稍微的差別 就說 OK好 我這個 密度比較大的 它就去吸收附近 密度比較小的 的東西 去吸收我 來 滴滴滴滴滴 就再一次牽出來了 對不對 就是這樣發展 當然這個時間 都是經過很慢 就是經過四億年 就再一次牽出來了 現在牽的滴滴滴滴滴滴 比較大的牽去吸收附近的小顆的牽 就 一牽去結合 結合 就是變成一個 銀河式 一個Galaxy 那都是很慢的 所以 從四億到十億年 一億 一億 第一顆銀河式出來 所以 這就是 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來的 這就是一些 這我去年 有說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去年在四月 發表在 Geral Science 這就是 在美國一年看 到南極 他們去 他們釐出來的資料 他們去 他們去釐出來的資料 他們要的 Pattern 就像獨棍這樣 黑人稀稀的 那是代表一種 你才更有 叫做 Polarization 你知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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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黑目鏡嗎 叫做Polarize Polar的黑目鏡 就是說更有 可以激化 因為更 是看他的 他的Polarity 已經釐出來 就像 他們的理論 以前 就是說 在這個地球 就在38萬年以前 剛才地球 開始 幾個 很長時間 因為那時候 Gravitation wave 很強 你知道嗎 他的動作 把它Polarize 到某種的Pilot 叫做B Mode 當然這個行判 這個我怎麼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他說 他們去認出這個Polar 跟他們 以切的Polar 很容易 所以標誌就是說 他們去檢查到 那個 剛才開始出來的 Initial Period 的 那個 更 但是 沒有 他這個文字 發表出來之後 大家都知道 他們這個會拿 Nobal Price 結果 結果 他出來之後 沒有來過 就有人跟他說 OK 你這個資料不對 這資料是 你這個Polar 是為那個Dust 為那個Cosmetic dust 那個Skatering 成形 結果 他們要去 試鏡 所以他們去 撤回這個Paper 現在 這個Dust 就是 現代的 你要研究天文 這 安天娜 這個 這個 叫做 Adaptive Optics 就是 他這幾個安天娜 就是 他這 幫他涼涼作為 他會變成一支 很大支的安天娜 所以這支安天娜 這個安天娜拍攝 這是在Socoro 你知道嗎 我在那裡 OK 剛才說 我這個 這個安天娜 這個控制中心 是在Socoro 你知道嗎 這是Socoro 是在Socoro 裡面 我的肌肉 我在這裡 躺兩年 我做了 Supernova 的研究 我最重要的說 就是Supernova 所以這個安天娜 他把它加起來 在上面 是一支 一支 二十二米 二十二米 一間的安天娜 你都想說 一支安天娜 是二十二米的 一間的 這個 現在現代科 是真 讓你想像 不對 OK 現在要說 Beginning of time 所以說這個我也沒了 但是我就 基本上我就引用 這個 Steve Hawkins 所以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安恩斯坦的這個 相對論 基本上它就是 其中 OK 時間跟空間合作的 叫做 時空 所以 OK 所以是 四度空間 時空 它這個 general relativity 它最主要的觀念 就是 它這個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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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時空軸 不像XYZ 這個三度空間 是 跌算對不對 它這個 在它的相對論裡面 這個 這個 spacetime 它這個 四度空間 是 是 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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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彎曲 對 所以四度空間 我們人已經 沒有那麼大人的想像 而且 它是彎曲 對不對 所以這是超出 我們一般人的 想像 所以這種 它的彎曲 就是看你這個 重力的強度 它這個 重力的強度 重力的強度 它這個 它這個 重力的強度 重力的強度 它這個 它這個 細的 空間組 它的 火箱 藍作的 叫做mixing 或叫做wapping 就是說 OK 因為這樣彎 它怎麼搞的 它是視野出來 不像這樣想 一定是90度 對不對 它在 不知道怎麼彎 我也跟它說 所以就是說 OK 因為你在 那個 那個 宇宙剛才開始的時候 它的 那個 那個 它的 重力 很強 對不對 而且它很小顆 對不對 所以 因為它是很小顆的關係 所以它要收到 量子 量子學 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 的 控制 對不對 所以在那時候 在那個 狀況之下 對不對 在那時候 OK 它說很多話 所以在那個狀況之下 用time behaves like another dimension of space 那時候就是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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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空間 沒有分別 換句話說 就是 時間 像我們 平常是 我們在行為的時間 不存在 因為時間 變成空間而已 所以這 我們是 不能想像 空間 時間 沒有時間 這個東西 時間 就消失了 對不對 所以 它說 時間 消失了 所以 所以就沒有所謂 time zero 的問題 因為就沒有時間 所以就說 在屋中 剛才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時間 這件事 沒有時間 這個東西 所以就沒有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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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間 適合 很早 所以 我們 普通的時間 觀念 在那時候 不適用 這是超過 我們的經驗 不超過 我們的經驗 不超過 不超過 我們的想法 就是 這種觀念 超過 普通的經驗 但是 它並沒有超過 我們的想像力 還是超過 我們的 手法的能力 就是說 我在手法上 我有好多人 改靠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的 日常的生活 完全變成 所以 所以 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說 在屋中剛才開始的時候 沒有時間 這個事情 所以 他記得 就是說 OK 像 用一個地球 對不對 你如果 南極開始 你在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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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對不對 他 的圍度 在哪裡 還是 他的 周床在哪裡 表示 世界在哪裡 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 原點 但是沒有時間 零 這種事情 這是他的 比喻 我自己也 沒有什麼了解 但是 我就是說 OK 就是 在 他們的 很大的 目的 他們說話 就是這樣 就是說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no such things as time 沒有時間 所以就是沒有time zero的問題 有一個開始 但是沒有time zero OK 那就是quantum field 那是fuzzy 可能 Maybe here Maybe there 所以 現在要說 我們 我說就夠了 差不多了 OK 我感覺到四點 應該會後 進去後 進去後 這是我們的太陽系 OK 我們的太陽系 有幾顆 這些planet 的行星 我剛才不是說這些行星 我剛才是說 OK 這裡有一個 這個 有些模糊 看不出來 這是一個 Asteroid belt 就是我們太陽系的 Asteroid 就是小行星 小行星 都是一種 在Mars 還要過去 比Mars 跟Jubit 中間的地方 還有一個 叫Cooper belt 就是Neptium Neptium Neptium 一種 這個Cooper belt 就是所有的 衛星 都是從這裡來的 還有更多 就在那裡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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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一個Asteroid 美國 Unit 就是因為我們在說的天文所持 都很大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用地球跟太陽的基力 叫做一個 1 Asteroid 1Au 所以 就在我們 差不多 地球跟太陽 差不多 5萬 倍 那個地方 1